基地再次混乱 走向逐渐清晰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里是羊毛军 跟随我去探究游戏中的秘密 见上回 在监控的另一头 两个研究员正在讨论刚刚发生的一切 MA拖121β已经战败 失去了提取战斗数据的资格 但机体的性能在刚刚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而α作为低成本类型 正处于还原阶段 还不足以维持战斗 T拖103的复制品攻击力太强 为了避免失去测试人员 二人决定继续使用121β进行测试 并打算将剩下的几人也投入到测试之中 正准备继续 画面一黑 研究员就被什么人给击倒了 警报声随时响起 大雄这里泛着红光 刚一回头墙上突然出现一道门 这也太突然了 大雄着实吓了一条进门 从梯子爬上去 出来后正好碰到胖虎三人 原来这四个人被分别 扔在了四个模拟区域 小福在一个像战场遗迹一样的市区 胖虎在一片丛林里 圣奈在一个古老的医院 大雄你们都应该知道了吧 就是刚刚我们探索的洋馆 在这个广播响起的时候 各个区域的大门同时打开 这才使得大家在这里相遇 至于广播只能听清紧急状态 和第三区域这两个信息 喂你们在那干什么呢 没等他们继续讨论 一声怒喝传来 他们被两个面具男发现了 面具男一眼认出 他们是在BSAA基地被捕的那群小孩 不由分说的认为 这场骚动也是他们做的 刚要开枪 一只猎杀者跳了出来 到这里仅存的面具男 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 大雄等人趁着机会快速逃离 途中大雄被远处的球体吸引了 还是胖虎回来拉着他 才继续前进的 画面一转 几人已经逃到了监控室 胖虎还在一旁嘲笑大雄 明明逃跑速度那么快 体力却那么差 控制器前的小夫经过调查 发现这里是制作 生物兵器的研究设施 但应该并不是安布雷拉 因为这里应该是出木山的组织 虽然出木山袭击了BSS基地 但大家有说过 他和安布雷拉没有关系 行动完全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而且这里除了他们四个 并没有其他幸存者 很显然这也是可以安排的 现在只能认为这一切 是有人对安布雷拉做了手脚 具体的还不清楚 关于基地的构造 因为需要开发以及实战测试 这里被划分为了四个区域 第一区域是货物区域 第二区域就是大雄等人所处的地方 是生物兵器进行实战测试 并采集数据的地方 由于需要不同地形的数据 这个区域建有很多的野外设施 第三区域是研究开发区域 第四区域是基地的心脏部位 也就是管理区域 在摸清地形后 胖虎建议去货物区域 因为那里应该会有交通工具 但大雄却表示自己有些在意第三区域 因为小皮和伊丽娜还不知所踪 说到伊丽娜胖虎就气不打一处来 坚决不同意去找他 可大雄却觉得伊丽娜并不像坏人 因为在BSS基地时 在飞机上被击晕前 伊丽娜曾跟他说过 请相信我这样的话 小夫听到大雄二人的描述 再想想那场骚动的时机 确实有些巧合 便表示如果探索这里 说不定可以找到小皮 而且既然出木山在这里 那哆啦A梦多半也在这里 只要找到哆啦A梦 就可以使用时光机 他们就能回到正常的生活了 即使没有找到 也一定可以找到些别的线索 随后便确定了分工 胖虎去第一区域 确保逃脱路线 大雄去第三和第四区域 小夫留下通过网络搜集资料 圣奈也原地待命 变成了回血工具人 小夫又一次给大家 分发了剪刀的通讯机 行动开始 右下角拿到红色盆栽 出门拿到两盆盆栽 向右前进来到一个办公室 拿到打印出来的邮件 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最后倒是给了一个账号密码 出门左转进电梯 出门后这里拿到 14发散弹枪子弹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只是这次他变成了黄头发 到过这里上边是服务器室 现在由于空调没有通电 室温过高 服务器自动关闭了 出来后向下走 这里有个猎杀者 两喷放倒 走到尽头又是一个密码锁 这个密码锁跟之前的不太一样 消耗时间后给空调供电 返回机房打开服务器 刚一出来这田狗又来偷袭 人无客人的羊毛 两下就解决了他 原路返回进入电梯 话说这田狗有点多啊 通风管道又出来一只 照样放倒 回到监控室 向右走 没多远就碰到一个接待台 在这里输入邮件里的账号密码 获得第三区域 进入许可 再次向右前进 前方一个身影 正冲着大雄迎面走来 此人正是出木山 好的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是羊毛君 关注我去探究更多游戏中的秘密